一块石头1900万 一个头像7611万 17个单词8423万 这些你觉得贵吗 欢迎来到NFT的世界 我是大把哥 今天我们来仔细聊聊非同质化代币 也就是NFT 那么要想了解非同质化代币 我们首先要了解什么叫做同质化代币 比特币就属于同质化代币的一种 我拿我的比特币和你的比特币 我们是可以互换的 它们之间没有任何的区别 但是非同质化代币 就是说每一个代币之间 它是有区别的 举个例子 我的非同质化代币是1500年的拉斐 而你的非同质化代币 是2021年的拉斐 你说咱俩相同吗 我愿意跟你换吗 当然是不愿意的了 刚才说到代币的概念 有些人就觉得 这跟我们所平常讨论的NFT这些艺术品 它有什么关系呢 代币和艺术品它是怎么连接起来的呢 这就要看这个NFT的机制了 那基本上我们NFT就是把一个ID和一个艺术品一起塞到了一个代币里头 而你拥有这个代币的同时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这个艺术品和这个ID 我们如何去证明你有没有这件艺术品呢 我们要去检查你的ID 如果你的ID是对的 那就对应了你有这个艺术品 那么NFT啊可以简单的分为两大类 第一类呢是可繁殖类NFT 这一类的代表者呢就有BAYC 这种非常有名的一个头像可以卖几百万甚至上千万美金的 但是其实看起来都差不多的头像 那么他们其实都是用代码合成的 就是设计师他给一些原组件 然后放进一些代码进去 然后代码会随机的生成不同的BAYC头像 那么另一类呢就是不可繁殖类NFT 例如说我们这个画这个艺术品 它就属于不可繁殖类NFT 因为在NFT或者区块链的世界里头 它是独立并且唯一存在的 只有拥有者本身拥有这张画 而其他人虽然能欣赏 就像我们平常也能欣赏蒙娜丽莎 但是我们都不拥有蒙娜丽莎 NFT的火热很大一部分原因 也是因为它提高的价格以及巨大的市场 那单从市场规模上来看呢 摩根士坦利曾在2017年的时候做过预测 说NFT将在2021年达到7.1亿美金的规模 但是事实上呢 单单我们2021年第一季度 我们的交易量就超过了12.3亿美金 也就是说NFT的成长速度啊 远远超过了行业专家的预期 那细分来说呢 我们卖的最好的板块叫collectible 卖的最不好的板块是metaverse 那么这些板块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来细看一下 我们NFT啊是分很多种的 总共来说我们可以把它分为八大种 例如说纯艺术类 例如说纯音乐类 例如说虚拟世界类 也就是我们的metaverse或者元宇宙类 以及域名 什么是域名呢 以太坊它相当于是一个网络主宰 而你想在这个网络主宰上 搭建你自己的网站的话 你就需要购买域名 而这一部分就是我们的域名部分 那么除了刚才说的这四种呢 我们还有例如说trading cards 就是我们这个卡牌交易 也相当于游戏类 以及我们这个体育类 比如说体育的画报啊 体育的球星卡也好 这些都属于体育类 然后还有我们这个日常用品类 那什么叫日常用品类呢 例如说我玩游戏的激活码 或者说我某一个游戏里头的装备激活码 这些都属于日常用品类 以及我们刚才说的卖的最好的collectibles 也就是收集类 那这里头也就是最出名的一些 例如说cryptopunks BAYC以及Xie Infinity 他们都属于这种收集类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刚才说到的板块估值 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卖的最不好的是我们这个元宇宙 也就是说可能我们这一部分 目前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而卖的最好的是collectible 这一部分呢 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些cryptopunks 这些头像之类的 这一部分是否估值会偏高 甚至有泡沫呢 视频的后面我们会好好的讨论一下 而其他的我们可以看到 体育卡类以及艺术类销量都是很不错的 整个行业交易量这么大 发展的这么好的同时 不禁让我想到了一个问题 NFT它到底属于风口还是一个泡沫呢 这个问题啊 就要看我们NFT它到底是在卖什么了 除了我刚才说的用品类 以及游戏类 这些是真实存在的需求以外 大部分艺术品收藏品 以及这些体育卡也好 我觉得他们都在卖三个字 那就是稀缺性 每个人都希望拥有一点专属于自己的东西 收藏家们也不例外 那有些人就想问了 我平常我买一个画作 我可以挂在我的卧室里 我可以别人来了 可以给他们看 我自己每天也能看到 我买了一个NFT 我只能打开电脑看到 打开手机看到 难道我要给别人看的时候 我还要打开手机给他们看吗 这就要提到NFT的另一个属性了 那就是他们跟元宇宙的关系 你可以把元宇宙想成一个完全虚拟的世界 每个人在这个虚拟的世界里都有一个新的身份 而这个技术现在正在飞速的发展 包括脸书 Facebook 谷歌 以及Steam等多家公司 目前也在大举进军这个板块 近些年呢 我们VR以及AR这些能将虚拟和现实 融为一体的技术的飞速发展 也帮助我们的元宇宙正在迅速的扩大 而NFT在元宇宙的世界里呢 你可以想象是说如果我有一天有一个AR眼镜 我只要戴上眼镜 只需要眨眨眼镜 我收藏库里的所有东西就能展现在我的眼前 而如果我想给我的朋友看 他们戴的AR眼镜 甚至说是AR手表 我只需要向他们传输 他们就能看到我收藏品里的作品了 或者说是我去一个展会 同样的通过数据传输 我能在展会上炫耀我收藏库里的作品 那有些人就要问了 诶这个我不可以到你的吗 这个我不可以抄你的吗 诶这些收藏品什么的 我不能在我的收藏库里复制吗 不能 因为NFT的特质就是它的不可复制性 而区块链这些技术的基本 就能支持NFT它的不可复制性 因此在以后的元宇宙世界里 很有可能我们现在的实体收藏品的地位 将受到我们这些数字收藏品的挑战 也是因此很多人对于NFT和元宇宙 这两个概念都看好的同时 选择了大力投入NFT 做这个未来世界数字收藏家中的第一批人 那么聊了这么多 NFT它本身最有价值的 可能就是它本身的稀缺性 以及它与元宇宙的匹配度 那么基于这个框架下 我认为可繁之类的NFT 它们是有一定的泡沫性的 因为它们每一个不同的NFT之间 虽然有一定的区别 但是相比于画作与画作之间的区别 它们的区别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小的 并且有些人说 我买这些头像就是想炫富 想表达一个身份 但是在未来的元宇宙世界里 每一个人的链上数据 链上资产都是清晰可见可查的 在这种情况下 我想炫富 我只需要告诉你 我有多少个比特币去查就好了 根本不需要花几百万买一个头像 去表达我的身份 而因此我认为不可繁之类的NFT 它相当于是一个西部荒野 还有很多可探索的地方 有一些极其精美的艺术品 它们的价格现在非常的低 也有一些艺术品 它被炒作到了非常高的价格 但是无论你是一个收藏家 还是一个投机者 数字收藏品这一部分的规律 应该跟现实中艺术品收藏的规律 在未来的成熟市场里不会相差太多 但是NFT目前最大的问题 其实并不是估值的问题 而是它的低流动性 因为它不像我们平常炒股一样 市场上有很多很多的参与者 随时买随时卖都很容易 NFT它作为一个数字收藏品来说 很多收藏品它本身的受众面 就是比较小的 在这种情况下 你很难随时找到一个买家和卖家 同时存在的情况 因此它的流动性比较低 在下面这张图上我们也可以看到 在行业的热潮逐渐退去的同时 我们这个交易量也在下降 也会导致很多NFT高价买入之后 无人接手 遇到这样的窘境 就好比我们的NFT跟归零一样 失去了价值 但这并不是一个完全无法解决的问题 目前有很多技术厂商 以及交易商都在努力地克服这一问题 开发出了很多新的应用 甚至有人把它跟DeFi连到了一起 而这些应用可能能帮NFT跨过现在的障碍 加速它的成熟速度 而在下期视频里 我们会一起探讨这些应用 并且跟大家探讨一下 我个人认为NFT正确的投资姿势 与大家一起去探索这个崭新的世界 那好 这期视频的分享到这里就基本结束了 我是大宝哥 有什么问题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 感谢您今天的观看 我们下期视频 再见